新年快到了 嗨 大家好 我是賢妻 過新年快到了喔 大家準備什麼年菜呢? 大家有沒有發現場景不一樣呢? 今天終於有人都有做菜了 你們請她飛進來 嗨 大家好 我是LB3 寶媽咪 我們終於合體了 要比媽咪我們今天要來做年菜 可是年菜啊大部分都是 又有又鹹的 我們這樣吃的話 希望是什麼 NONO 我們今天要來做一道 寶寶副食品年菜 是適合寶寶的 所以它叫做什麼名字 叫 巴寶福袋 感覺好喜氣喔 好我迫不及待 我們一起來做做看吧 好 今天寶寶福袋的材料內餡有 豬絞肉 木耳 蝦仁 玉米粒 小黃瓜 紅蘿蔔 香菇 馬鈴薯 外面包著的是 大白菜 水蓮 那調味料的部分是 寶寶醬油 寶寶海鹽 白胡椒粉 太白粉 現在要來切黑香菇 適合小朋友可以吃的大小 其實有一次啊 我看到嫌棄做那個 麵包超冷的飯碗 結果我兒子說 媽媽你看那個阿姨好厲害喔 我會想做 就幫他做一次 結果麵包超冷不像麵包超冷 感覺 就想媽媽你做的是什麼東西啊 所以我很怕 今天的福袋會有做失敗 怎麼辦 我也看手藏的一味 那玉米粒呢 我建議使用 新鮮的玉米粒 不要用 市售的玉米罐頭 因為市售的玉米罐頭 它比較多聽家務 其實你可以去傳統市場 拿起那個老闆幫你現切 現在要來先炒餡料的部分 倒一些油 一點點就好了 因為豬肉它也會粗多 把豬絞肉用下去 好 18分钟就可以了 這很難 水還用起來 哈哈 豬絞肉炒好之後呢 就下蒜 爆香一下 腔味出來之後呢 再倒紅蘿蔔 紅蘿蔔比較不容易熟 所以我們就是先炒紅蘿蔔 對 把紅蘿蔔酥 用油炒出來一下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耶 因為有一個寶寶棉菜 是適合寶寶的 才不會我們再吃它 一直在旁邊 然後它有什麼東西 不能吃對不對 對啊 先把紅蘿蔔 一起下 這樣子的零廚液是 真的OK耶 尤其 把紅蘿蔔拉拉拉就好 炒得差不多的時候呢 再把豬絞肉放進去 真的很香耶 很香喔 所以就放蝦仁 海露通通都有 寶寶營養也很清淡 超級稀奇 然後味的部分呢 我這邊是準備寶寶海鹽 寶寶海鹽比較不會那麼行 還有寶寶醬油 柚瑞它已經水半了 所以我還會再加一些胡椒粉調味 月齡比較小的寶寶的話 可以把胡椒粉上的月齡 好香喔 我媽吃的海鮮對不對 好吃嗎 那我們要先把大白菜 放燙一下 不要燙太熟 就是像這樣子吃就可以了 放燙好之後呢 再用冷水冰蒸一下 口感會更好吃 那如果沒有大白菜的話 可以用高麗菜代替 先剪一點點掉 好 把它再剪一個V 這菜就是放入一些餡料 不要放太多 把它包一口的大小就好 把它包起來 這就像包餛飩的感覺一樣嘛 很簡單吧 對不對 對 沒有什麼技巧 對不對 對 然後再用水蓮把它捆起來 如果沒有水蓮的話呢 也可以用韭菜 接下來呢 我們要把它放進去煸鍋 蒸幾分鐘 好 煸鍋的話就放一格水就可以囉 再拿去蒸的同時呢 我們把一些餡料 做勾芡的動作 接著淋上去 接著淋上去 這樣喜氣洋洋一套菜就完整 八寶福袋 我們現在來試吃看看 好 我先來試吃一下 這個好久了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很像福袋 好 好 好吃耶 現在有請瑞瑞來試吃 你要不要吃 好 你要吃什麼 那個 好 好嗎 用 很多吃 我們在做的過程 他因為他還是寶寶 所以我還會再剪一下 寶寶好吃 寶寶好吃 今天的寶寶副食品年菜完成啦 吃了這個八寶福袋呢 就會 財源進來 把好招財進寶 祝大家新年快樂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 分享 以及開啟小鈴鐺 那我還有另外一支影片 在Albi媽咪那裡唷 繼續去那邊看看 對 大家記得過來看喔 再見 拜拜